如果说坐40个小时火车进藏 是一场充满期待的惊喜之旅的话 那么坐火车出藏 就是一场令人感激又感动的旅程 来的时候我们在日出前就已经深入西藏腹地 诸如唐古拉山和陀陀河之类的许多美景 直接在睡梦中被掠过 那么回程 我们就来弥补这部分遗憾 现在是早上八点 欢迎搭乘直6802次列车 尤拉萨 前往西宁 今天的车厢和来的时候有些不一样 BSP出品 属于最早的一批青藏车厢 最大的特点是窗户扁 以及室内空间比较矮 不过床比来的时候青岛四方出品的青藏人物车要宽一些 很舒服 那至于其他细节嘛 所以这就是青藏BSP了 巨大的窗户 可以啊 加上比国产要宽度 我觉得得宽了五公分的床 睡觉的话还是很舒服的 不过上面的储物空间会比较窄 好像底下的床铺也比较矮一些 包括它的桌子也 白的时候我的箱子是直接塞在桌子底下 现在 我只能塞在这儿 实在是没地方 所以其实 G21把BSP换成全列国产 在舒适度上的提升 还是很明显的 十天前 我就在前面的站台上排队等待出站 一边等还一边观察自己有没有高反 很幸运 跟在北京时一样精神 十天后 我坐在车厢里 回想着这一天在西藏看到的美景 与遇到那些善良的人们 从心底感激与他们的相逢 感激他们带给我的美好回忆 伴着一声鸣笛 列车从十天前送我抵达的那条轨道上 向家的方向驶去 同一座山峰 同一片天空 相同的拉萨 相同的拉萨和特大桥 十天前的我满怀期待 十天后的我满怀感激 伴着列车的摇晃 再见了 布拉拉公 再见了 拉萨和 再见了 圣诚拉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西藏和青海的分界 却在唐古拉战附近 过了唐古拉战 就真的离开西藏了 感谢那些善良的人们 感谢那些相遇的美景 这次 我享受了一趟愉悦 而震撼的旅程 明年见 在这里 就是可可西岭 著名的國家棋子人保護區 之前藏羚羊與我只是一個傳說 我只知道他們膽子很小 很難被看到 至於坐在火車上看 更是想都沒想 畢竟他們應該見到這個匡郎匡郎響 還時不時吐口鞭的鋼鐵巨獸之後 就躲到遠遠了 而關於藏野鯉和草原狼 更是只聽過藏的詞 甚至不知道藏野鯉長江上 和北京郊區的小毛驴有什麼區別 現在是傍晚八點 我們正在通過可可西里腹地 而外面就是野生動物的天堂 它們的家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親眼見到海修的藏野鯉 更沒有想到他們會在火車到來時 還在離鐵到這麼近的地方 即便隔著一層窗戶 我也能感受到他們身上那種野性的活力 十多年過去了 他們早已習慣每天穿梭在這條鐵路上的火車 漸漸學會無視這些鋼鐵怪獸 傳說中的和諧相處 大概就是這樣的 天漸漸黑下來 日落了 再見了 青岡鐵路的大好風光 這裏的大好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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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的大好風光 這裏的大好風光 現在差不多是晚上十點 那大家快要記得多睡 一會兒還有一個半鐘頭到戈爾牧 也不知道會能不能去拍幻光 也不知道會能不能去拍幻光 一把哭 還沒想好要不要去試試 今天一條线完全 在白色戰爭 在前线内行走 带小旁的旅客 这三个就直接拉走了 我来的时候是0343 OK 西宁的时候它是降维降平 各位早好 今天是早上的6点10分 昨天 欢挂拍摄的很成功 我回来的差不多是12点左右 这边是BSP的上铺 睡得非常好 我从来没有在火车上睡得这么安闷 从沃沃沫到西宁 我不知道海拔差了多少 但是耳压非常明显 压到我 今天咱刚刚起来的时候 甚至没有反过来 我是在火车上 把噪音都完全隔绝掉 后面我还以为是地震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下车了 收拾收拾准备走了 感谢当年的建设者们 和铁路的守护者们 感谢他们 这条铁路 以你们而为大 前方就是西宁站 我们的旅程 马上就要告一段落 感谢旅途中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 感谢各位的陪伴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麻烦点个赞 散个脸一下 这会帮助我产出更多更好的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哦 哦 牛肉干和拖鞋 还在车上呢 wollen我们收拾鞋 5分钟